哈喽,小朋友们,我是安妮塔老师 你们有看过珍珠吗? 珍珠是由像是牡蛎、蛤蟆之类的贝类软体动物 所分泌的碳酸钙而形成的 珍珠有各种颜色 有白色、粉色、蓝色、彩色等各式各样的颜色 其中啊,黑色的珍珠是最稀有的哦 今天,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山谷女神的珍珠》 在某一个小镇上,住着一个名叫汤马士的男孩 汤马士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了 只剩下他和妈妈两个人和一块小小的田地 过着非常贫苦的日子 汤马士的妈妈非常疼爱他 而汤马士也很爱他的妈妈 所以,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 但他们都觉得非常幸福 直到有一天 汤马士的妈妈突然头痛昏倒了 汤马士非常担心 立刻去请医生来看病 但医生却检查不出妈妈为什么会头痛 看着妈妈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汤马士心里非常难过 就连晚上也不睡觉 每天都守在妈妈的身边照顾他 这天早上,因为妈妈的病稍微有一点好转 整晚没睡的汤马士开始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庭院里有一棵树 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三只鸽子 然后三只鸽子就开始说起话来 其中一只最大的鸽子说 可怜的孩子整晚都没睡一直照顾他的妈妈 真是令人感动啊 可惜他的妈妈的病啊可能治不好吧 最小的鸽子说 为什么治不好呢 大鸽子回答 得到那种病 如果不向山谷的女神求救的话 当然是毫不了咯 小鸽子问 那么山谷女神到底是谁呢 大鸽子抬起胸膛神气地说 你们不知道吗 那位女神就住在对面高山的山洞里 是一位非常温柔又和善的女神啊 小鸽子朝着汤马士的方向大声说 那么 这个孩子最好赶快到山谷女神那里 向他求救才好啊 汤马士很兴奋地在梦中大喊着 谢谢你们告诉我 我要赶快去请山谷女神帮忙 接着 汤马士就从梦中醒来 他的妈妈 依然安静地守睡着 他想起刚刚做的梦 心想 鸽子们 一定是借由这个梦告诉我 治疗妈妈的方法 于是 他匆匆地跑出门 往鸽子所说的方向前进 他渡过小河 越过草原 终于来到了对面的高山 果然在茂密的森林树荫下 有一个很大的山洞 汤马士想 鸽子们说的山谷女神 一定就住在这里 他看到山洞前面 有一个很深的山谷 中间有一座小小的石桥 桥的柱子上刻着 想要见女神的人 请不要从山洞前面 这座石桥经过 汤马士觉得很疑惑 这么深的山谷 如果不走这座桥的话 根本无法到达山洞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假如见不到山谷女神 就无法治好妈妈的病 汤马士越想越难过 但是他一点都不气馁 他决定 不管花多少时间 走多少路 都一定要见到山谷女神 所以他沿着山壁 绕了一大圈 最后终于走到山的另一边 来到山洞门口 顺利地进入石洞 石洞里装饰着 很多漂亮的珍珠和珊瑚 汤马士往山洞里走去 看到一个房间 里面有一张很漂亮的椅子 椅子上坐着一位 这位非常美丽的女人 正微笑地看着她 汤马士知道她一定就是山谷女神 于是很有礼貌地鞠躬说 亲爱的山谷女神 我想请求你帮我治好妈妈的病 山谷女神说 你看到柯在石桥上的字了吗 上面写着不要从这座石桥上经过 你有遵守吗 汤马士回答 是的 我确实遵守了 山谷女神又问 那么请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山洞的呢 汤马士说 我是一路沿着山壁绕了非常远的路 最后终于到达这个山洞 山谷女神说 很好 你非常有毅力 看来你是真心的想要治疗妈妈的病 那么我就答应你的请求吧 我有一颗神奇的珍珠 是我的父亲送给我的 只要把这颗珍珠 放在病人的嘴唇上 不管再怎么严重的病 都可以马上治好 请你等一会儿 我现在就去房间 把它拿出来 山谷女神话一说完 便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 突然 汤马士听到 从房间里传来山谷女神的声音说 啊 我忘记了 这个珍珠有使用限制 不能让未满十五岁的孩子拿去使用 该怎么办呢 刚刚那个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满十五岁了呢 汤马士听到女神自言自语 她开始烦恼了起来 因为汤马士才刚满十三岁而已 如果她诚实地告知山谷女神 女神就不会让她使用珍珠去治疗她的妈妈 但是她又不能说谎欺骗女神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过了不久 山谷女神从房间里走出来 手上拿着闪闪发亮的珍珠 女神问 孩子啊 你今年几岁了呢 汤马士的心里很挣扎 到底是要骗她说自己十五岁 还是要诚实地说自己才十三岁呢 最后汤马士颤抖地说 十三岁 说完之后 她想一定没希望了 现在 她不能拿到这颗珍珠 也无法治好妈妈的病了 想着想着 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这时 山谷女神非常高兴地 一手拿着珍珠 一手握着汤马士的手说 其实 刚才我在房间里所说的话 是为了要考验你 很高兴你没有说广骗我 是一个善良又诚实的人呢 赶快带回去治你妈妈的病吧 汤马士非常开心 她不停地向女神道谢 然后 就带着珍珠回家去了 汤马士回家之后 拿起山谷女神给她的珍珠 放到了妈妈的嘴唇上 转眼间 妈妈的脸 恢复了原来的气色 很有精神地 从床上坐起来说 啊 怎么身体 忽然觉得舒服许多呀 这颗珍珠是怎么回事呢 汤马士 把事情从头到尾 说给妈妈听 于是到了第二天 身体已经完全恢复的妈妈 和汤马士 他们要一起到山洞 去向女神道谢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找 就是找不到通往山洞的路口了 小朋友们 如果今天你是汤马士 你也会诚实地回答 山谷女神吗 我们有时 会因为害怕得不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选择说谎 但是说谎 不一定能得到你要的东西 反而会让别人不相信你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